Hello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来大陆旅游的时候 都是流行用电子支付的 普遍都会用支付宝和微信 我之前有一条影片 示范了怎么用香港的回乡证 电话号码和香港的信用卡 去开通一个大陆版的支付宝 以前开通一个微信的户口 或者钱包 其实会比较麻烦 你需要有一个大陆的电话号码 和大陆的银行户口号码 但是现在已经很方便了 只需要有一个香港的电话号码 和你有信用卡就已经可以了 那我今天就想示范一下 如何用香港的电话号码 和香港的信用卡 去开通一个微信币 之后再开通微信的大陆钱包 首先下载了微信这个软件 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微信的账号 我添加账号之后 在下面注册新账号 注册方式你点选第一个 通过新手机号码注册 跟着填写一个你想用的账号名称 之后选你的地区 这里你可以选择你所属的国家电话区号 那今天我就用我自己在香港的手机号码 所以我选了中国香港这个 之后填写我自己的电话号码 和设置一个密码 之后拿一些条款按下一步 再做一个安全验证 轻轻把图画移过去 这样就完成了个验证过程了 之后输入你手机的号码 发送一个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之后 你的微信账号就已经开了了 开了微信之后 现在要开通香港的钱包 开通钱包之前 首先我介绍一下 右上角这个加好 按开之后 它有四个选项 因为微信都是一个通讯软件 第一和第二个是用来聊天 和加朋友的 之后那两个 就用来数码和收付款 要开通钱包的 我们选择第四个按进去 通常按进去之后 你就会见到一个二维码 来给你付款的 因为你未开通 所以就会见到这个画面 那么我们按立即开启 那就设置密码 这里有三种方法 给你设置密码 我们选择第一个 手机号码设置密码 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之后发送验证码 输入完验证码之后 会去到这里 登记电子邮箱 这个电子邮箱 是会用来拿回你 不记得了的支付密码 但如果有些长者 是没有电子邮箱的话 也可以填你的姓名 填完之后 看清楚 按确认正确 再填写一个六位数字的支付密码 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去添加银行卡 或者是信用卡 这里你可以添加银元卡 Visa卡 和Master卡 或者是24间的本港银行 选择之后 选择之后 输入六位数字的付款密码 再输入信用卡的资料 之后 系统是会在这张信用卡里 做一个一毫子的交易 作为交易认证 输入一次性密码 那就成功添加银行卡了 除了添加银行卡之外 还有其他方法 可以去到服务里面的余额 按入去 你就会见到增值了 按入增值之后 你还可以去香港的便利店 用现金增值 或者是银行过数都可以的 开通了香港钱包之后 记住根据他的指示 做了身份验证 要做身份验证 首先去到服务 右上角的3点 按下去 你就会见到支付管理 按入支付管理之后 你就会见到你的身份认证 是未认证的 按进去 输入你那六位数字的支付密码 之后按这个立即认证 系统就会发出一个认证码 去你的手机 输入完之后 就根据他的指示 拍下你的身份证 再填上你的个人资料 最后做了人验辨识 整个过程就完了 审核完成之后 系统就会发出一个短信通知你 做完身份验证之后 基本上你的微信户口 和香港的钱包已经开通了 之前也示范过支付宝 其实它有香港版和大陆版的 微信就不像支付宝 有大陆版和香港版的 它只有一个版本就是微信 那你们来大陆旅游的时候 只要把钱包切换到大陆钱包 那你就可以用了 那我现在就示范 怎样可以开通这个大陆钱包 开通大陆钱包 首先入到服务 右上角这3点 按开它 去到常见问题 按进去之后 你会见到很多问题 不用担心 你只要找 如何开通大陆钱包 这一栏 按进去 找回第三题 第一项 点击此处 那你就点击这一栏 要开通大陆钱包 是需要实名认证的 看完这条款 按同意 这里是要填写你的个人资料 和你的证件资料的 证件类型 就选回乡证 即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填完之后 下一步 就是输入你信用卡的资料 输入香港的手机红码 收一个验证码 最后设定一个6位数字的付款密码 那就大功告成了 大陆钱包是需要手动切换的 你去到服务右上角这三点 按下去 就会多了一栏 切换钱包地区 按进去之后 你就会见到两个钱包地区 按中国大陆 这样就会切换到大陆钱包 这个时候 你可以按进去钱包 看看你之前添加的税用卡 在不在 这样就开通了大陆钱包 你可能会觉得 步骤好像很复杂 但你跟着它的指示 慢慢一步一步地做 那就很容易开通了大陆钱包 当你开通了大陆钱包之后 你来大陆旅游的时候 就会方便很多 在我来说 用微信的频率 会比支付宝高 因为其实它用的场景 会比支付宝多 例如通讯软件 接着你会用它来做支付工具 有时在餐厅的时候 你会数码点餐 甚至乎你买外卖 你可以经过微信里面的小程式 做到很多不同的服务 如果要用小程式 你可以在搜寻这一栏 按进去 就看到小程式 之后输入你想找的地方 例如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按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到它的版面 有齐了馆内的资讯 也可以通过小程式 去购买门票 除了博物馆 好像麦当努这一类快餐 也都可以通过小程式去订餐 甚至乎订酒店 你都可以通过小程式 这样就不需要每次都要下载它们的软件 当你切换了大陆钱包之后 在服务这一栏里面 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服务 有时我都怕按错 所以习惯上我都会关掉它 只需要在右上角的三点按开它 你就会见到服务管理 按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因应你的需要 关掉它或者留下它 另外在发现这一栏里面 有很多功能 例如朋友圈、影音圈、素描、摇一摇之类 为免被人打扰 我通常都会关掉它 要关掉它 你可以去设定里面的一般 进去之后 你就会见到发现业管理 在里面 你可以因应你的需要 打开或者关闭这个服务 有很多人都会觉得 每次用支付宝或者微信 都很麻烦的 每次都要进去那个软件里面 再打开一些功能 才可以做到你想做的 例如点餐、付款 我现在就示范一个快捷的方法 怎样不需要打开软件 就可以很快速地 扫到码、付款 其实方法都很简单 只需要轻轻按住那个软件 两秒左右 它就会弹出一个快捷键 好像支付宝那样 你就可以快速数码、付款和乘车了 另外微信 就会弹出数码、付款码 和你自己的二维码 方便家人的微信 有了这个方法 以后付款的时候 就会快很多了 今天我就示范了 如何用一个香港的手机号码 和信用卡 去开通一个微信的大陆钱包 下一条影片 我就会在上海使用这个微信户口 在不同的场景下 使用这个户口 去数码点餐 去叫网约车 去付款的时候 会不会成功 或者是很顺利呢 好了 今天这条影片是差不多了 希望今天的示范帮到大家 我们下一条影片见 微信的好处 就是可以数码点餐 现在我也是用这个 那你上它的公众号 买完票给完钱之后 到时入场 就展示个QR Code 给大家看就可以了 这个 所以原来用香港电话号码 开通了大陆钱包之后 可以不需要用内地电话号码